河北省东光县的王龙岗陈淑珍夫妇 自幼生长在大运河畔 他们以大运河里的浇泥为材料 创作出《运河风情》系列泥塑作品 生动地在线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大运河两岸的乡村生活 日前 记者一走进王龙岗陈淑珍夫妇的泥塑馆 立刻被一个个泥塑作品吸引 天真稚气的乡村娃娃上树打枣 玩老鹰捉脚鸡 脸上写满沧桑的农村老人 悠闲地坐在门前 每一个场景都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据王龙岗介绍 他和妻子陈淑珍是土生土长的东光人 从小在大运河畔长大 童年的记忆成为夫妻俩创作的灵感源泉 因为我们足足备备生活在大运河 因为我们也是从小就在大运河畔长大的 所以对于我们大运河的比较有审刑后 想把大运河两岸的人入的这种 审核的这种场景清洁 我们想让他把它办成表现出来 留给下一代的孩子们 让他们对那个孤朴孤老的生活有一种追忆 一块从运河河道里取出的焦泥 经过处理就是王龙岗夫妇创作的材料 但是赋予泥巴生命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陈书珍说 她和丈夫从小都喜欢美术 学习过雕刻艺术 但最初制作泥素的时候 他们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 其中 人物面目表情的刻画是最难的 为了把孩子的天真可爱 老人的淳朴善良完美的表现出来 夫妻俩经常在一起观察研究 寻找灵感 据陈书珍介绍 泥素的烧制更是一门学问 刚开始的时候 每次烧制都会产生很多废品 经过多次试验 他们才在控制火候和堵制选择上 找到了窍门 成功解决了烧制难题 谈起将来 王龙岗说 他们会创作更多运河人 泥素系列作品 把大云河畔曾经的风情 展现给世人 目的我们计划继续发映 把这种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苍州 来了解我们的大云和文化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